他這個發明可以申請專利 陳奕熙,香港土生土長的發明家 由星之子的稱號,自細現代科技 大學畢業後,利用兼職所得 以及之前在校內比賽所得的獎金 與朋友合資開科技公司 這次他會說說自己奮鬥的經過 這個就是我原始版的 在中學時,很喜歡把電器、玩具拆開來研究 中間的照片,我在拿著辣雞 在製造一個機械人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拆開一些東西來研究 因為好奇心驅使,就看看裡面的結構是怎樣 不知道可能大家小時候想起 都可能弄壞了無數的電器 或者是一些裝置 或者是自己的玩具,都不一定 其實這個好奇心,我相信每個小朋友在成長的階段都有 那時候就很幸運,我家人就沒有去阻止我 說到夢想了,其實小時候就已經…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不法其上 或者很想去得到一些東西,或者做到一些東西 我小時候就因為受電影科幻片的影響 我相信很想自己都可以做到一個類似的機械人 然後就開始做很多一些小的創作 就發覺自己的知識都是很有限的 那在系統一的時候,其實我就提供了一些成人班 一些電子的課程 就希望可以不要拆開一些玩具電器之後 每次亂拼搏之後都會壞或者會燒掉 就想希望令我做出來的成功率高一點 那時候就學了一些這樣的班 所以其實培養了這個興趣之後 那個自發性是非常之重要的 譬如有些同學可能很喜歡玩遊戲機 通宵打蛋也不會覺得累,對吧 那其實就把這件事放在發明和科學上面 其實在我從小學升上去中學的過程中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捩點 到了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學生會的選舉 我在那個選舉的活動裡面 我當時是中六、中七的同學 就熟了,做了朋友 然後我就開始在這裡想想 就是有我的興趣 我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幫到他們做宣傳 那時候我就自己儲了一些零用錢 就做了一個機械人 那個機械人其實就用一個垃圾桶倒轉了 然後加了搖控車在下面 再加了一些電子的裝置在上面 在學校四處走,中學四處走,做宣傳 最初其實我都沒想過,做這個機械人出來 之後是有什麼榮譽,其實我沒想過 那時候都是發自一個興趣 在那個活動裡面,有一個老師就看到 一個中一的學生就懂得做一個機械人出來 從學校走來走去,還引起很多同學的注意 最初這個機械人是在學校的一個遺禁品 因為拿了回到學校之後 很多人都在組會的時候 都堆穿去看那個機械人 要當值的老師不斷叫回來才去排隊 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中學的老師和校長就知道了 就發現原來有個學生 有興趣做這些東西 就鼓勵我去參加不同的比賽 這個就是我最後獲獎的一個機械人 我最後就拿了去美國去參加這個比賽 在那時候手機的應用 還沒那麼普及的時候 製造了這部機械人的功能就是 可以做一些物業管理 好像保安局那樣 可以巡遊一些倉 或者從一些機場的地方 他設置在物業那裡 他就會自動四處走 還有用視像就可以看到 家裡或者大廈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那個倉庫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可以認出一些人的樣子 那憑著機械人就拿了一個獎 那很多人會以為 我為何會有個小行星的命名 是不是我有一天 樂高頭看到天上有顆星 應該這顆星沒有人發現過 然後我就發現了它 就會有顆小行星 其實就不是的 這個也是在傳媒報道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錯誤 其實就是因為我在國際上 參加了很多的大型比賽 然後在一個 Intel的一個大型的比賽裡面 就拿了一個大獎 在中間就會有一個 小行星的命名權 的一個享受 也都在科大裡面 也都繼續很Active的 參加不同的活動或者比賽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念頭 就是在Year Two的時候 我記得是 就開始有一個念頭 如果我想繼續做一些這樣的 就是做發明 或者是繼續走這條科技的路 我應該怎樣去發展 或者我應該怎樣去繼續做呢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不做業之後 可能進一間大公司那裡做也好 或者去一間公司那裡做 我都未必可以繼續到 我可能自己去想一些東西出來 去創新 然後去發揮 那最後就參加 因為一個Course Project 就參加了一個比賽 就是設計了一個電子餐牌的系統 參加那個比賽的時候 我就在想 再想一步 不如不要只是想一個想法 出來放去參加比賽 試一下外面是否真的有客人 會去購買這件事 在市場上真的能夠推行 去用到的 那我就打了很多個電話 也都找了很多的朋友 看看會不會有些朋友 讓我可以直接推銷到他們 因為一個學生就這樣打電話去一個企業 其實沒有人會理你 那我就很好 那就是意粉圖他們去試用了 那也真的買了我們這個 訂閱了我們這個服務 那就是 其實是一個電子餐牌 點餐的系統 那時候都是想著 為何要找個客人 都是想著 參加比賽的勝算是高一點 但是呢 發覺參加完比賽 拿了獎之後 發覺 咦 不是啊 我有個客人在手 其實我 糟糕了 如果我畢業之後 我不繼續支持這個服務 但我又跟別人 好像是承諾了 就是說 要支持他的維持 各樣東西 那如果我就這樣走了 那就很不負責任 又不太行 那時候就因為這個開始 就是洗濕了頭 那就要洗下去 所以我就 直接開一間公司 看看香港有甚麼支持 那時候就拿了一個 數碼港的資助 10萬元的一個資助 還有一個辦公室的地方 另外 就是加入了他的 營館程式 就開始了 那我就看到一個 市場的空白點 那時候 Mobile在三、四年前 其實應該說五年前 已經開始很盛行 很多人都 乘地鐵 都會看到很多人用手機 去上網 那我們就看到市場的空白點 就是那些企業 其實都需要 製造一個APP 是將他們的一些流程 去自動化 或者做一些推廣的工作 那我就想 如果我們專注 做一些商用的系統 就是一些B2B的方法 就在這個市場上 更容易一點可以開始 我最初創業的時候 其實是兩個人而已 然後現在大概 去到有差不多20人左右 慢慢請下一個 請下一個 我還記得 請第一個同事的時候 我當時都 睡不著覺兩晚 因為其實我們的 貸幣在那時候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我們都不能夠 B1B的話 那個同事就 不知如何出錢給他 幸好 那時候可以說 盡力一搏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就做到B1B 其實 創業了三個月 我們就開始B1B 現在大概有20個同事左右 其實我自己 從小到大 都是… 即我都是基督徒來的 那就開始在想 除了做一些商用的東西之外 最近就想了一個 新的IT的Solution 一個產品 就看看如何可以幫到 香港 或者甚至香港以外的 一些基督教會 他們去凝聚 會有的一些工作 那我發覺 其實可能以前 就是一張周會的一張紙 那我就希望將這件事 可以… 不用每個星期日 都… 或者星期六 都印這麼多紙出來 就將它電子化了 而且現在手機已經非常好及了 那我就希望將這件事 如果將… 其實也是時候 將這件事 放進去電子化那裡 即我在公司的身份 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支援 最重要的都是團隊 我也很感謝… 可以建立到一個… 即是上天給我這樣的機會 可以建立到一個團隊 可以跟他們一起去玩 我經常說這些項目 其實是… 是好像玩一樣的 我的同事 都是對於科技 或者是對於寫計劃 是很有興趣 自己… 就算不是給他一份工作 他自己也會在家裡 可能玩寫計劃 我們公司的文章 都是盡情工作 盡情玩樂 可以說 我覺得我現在 其實還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學習著怎樣去開業 營運一個公司 怎樣可以將公司 繼續去做得越強 這樣